草哥有什麼遲到的事情想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篇 他只是畫了三張很簡單的火柴人圖 就講了一個遲到的很常見的現象 第一個階段就是你約了一個朋友出街 你問他你現在在哪裡 你第一次問他 他通常就會回答剛剛出門後 但他這樣回答你的時候 他的圖就表示他還在家 一定是 通常都是這樣 轉彎到呢 轉彎到的其實是 他第二個階段 你再問他他就說 就到了 但其實是剛剛出門後沒多久 然後你再第三次問他 他說到了你們在哪裡 就表示他差不多到 我那天就經歷了這件事 約了五點半鐘 約了一個何華超 約了一個李日朗 那何華超就很好的 他是很準時的 然後我也準時的 然後五點半跟何華超在APM見面 約了五點半都是李日朗的 阿超那一道已經說 你明星就等久了 然後去到五點五十九分 我按耐不住 就WhatsApp李日朗 然後他的答案是 他就直接的 他都不說那些就快到那些 他說現在來現在來 下樓搭的士 六點半的時候 那時候 他住哪裡 他住在將軍澳 去APM 下樓搭的士 好了 他起碼坦白 他起碼坦白 但是怎樣 他整個詞 好了 然後去到六點搭三四 又收到他自己打電話 直接打電話給我 就說你們現在在APM哪裡 然後我就說 你別管了 總之就鎖上等 但是我聽到他的聲音 很安靜的 我肯定根本還在的士 甚至會 很安靜的可以在房間 即是家裡 他說 我猜他起碼都在穿鞋 我想 真的都要過幾次才看到他鎖上出現 人就是這樣 但是我經常覺得這些 出現在女性身上是比較多的 你們說不說 如果拉雲 以一個遲到的機率這樣算 你覺得男性遲到的機率高一點 還是女性高一點 女性是高一點的 女性的 但是強尼好像有些 你想公正一點 除非他有很多遲到的男性朋友 我覺得差不多 我真的覺得差不多 看看你認識什麼朋友 阿草你今年幾歲 26 26歲 根據你眼中 所謂你剛才都覺得女性多一點 對 是不是你發現 如果是單拖的 遲到的機率算低還是高 他真的會遲到的機率會高一點 為什麼呢 有沒有想過 擺款 我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你真的覺得擺款 我覺得是 可能 如果你以好的角度看 他很整理一下 裝扮 他很尊重今次這個約會 很熱烈 對 他很重視你這個約會對象 所以他做很多這些事情 或者是 好像你這樣說 很激烈 我很緊張 但緊張應該是早到的 選來選去選不到 對 襯衣服 但是 如果不是那麼正面 甚至負面的方法 就是 你覺得 我怎樣都要等下你 才顯得你個人重要 才顯得你巴之幣 對 那我就向負面那邊想多些 但我真的覺得相反 如果你說以比率計 我覺得是約一群人的人 遲到機會是大很多 因為人的心態就是 他們這麼多人 已經在那裡找個地方坐下 我猴撞 尤其是現在 沒有什麼所謂 資訊那麼發達 即是打過電話 Whatsapp 怎樣都找到 不同我們以前的年代 連call機都沒有年代 七點鐘在家和戲院門口等 就一定要在家和戲院門口等 因為以後都找不到 大家出了門口之後 就不再找到 沒有家裡的電話 我們試過約一個朋友 我讀中學 一起去大球場看球 在佐敦集合了 那個同學 遲了四個字至半個小時 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非常大件事 因為是很多人 找不到你 而一起站著等 不知道你有什麼意外 不知道你有什麼意外 我們那時候很怕他死 真的以為他死了 即是今時那樣 不是吧 四個字至半個小時 你說人家死了 很小事 因為那時候 你完全沒有辦法找到他 我想問在座 包括你阿草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 是挺經常遲到的人 我 我 我遲到的 真的嗎 我是遲到的 我覺得我也是一半半的 我覺得在阿Ben眼中 我不是一個常常遲到的人 你應該不是 但我在工作的情況下 我多數準時 私底下約人 我多數遲到 你呢 這是純粹我比較著重於工作 老實說 我Routine的事情 會比較容易遲 因為我真的算到一個好問 我也是 有時你會在家裡 想和兒子玩一會 玩久一點 教到好問 有時早上上班 又想休息一會 好問 有些事情會教到好問 所以出意外的機會是大的 我這個理解 我覺得我多數遲到的原因是 因為我開車 如果我不是開車 我遲到的機率低很多 開車因為塞車 找不到停車場 開車因為你會 不知道為什麼 在概念上 15分鐘就是15分鐘 我控制到 你只會計算車程的時間 你很少計算去拿車 出車 賣站 等位 你很少計算這些 沒錯 我總之 尖沙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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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鐘什麼都夠 開車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連泊位 連找位 可能是四個字 八達通 突然沒有錢 要去增值 才可以出閘 對 我不知道你 阿草 你算不算是一個多遲到的人 我跟強尼 都是那些 教得很笨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知道 有時候覺得 可能是因為 一群粉絲經常都遲 我這群粉絲是遲的 就是偏遲的 那我就會覺得 既然他們都遲了 我又不是想到 既然我遲都沒有所謂 我只是想 我教比較笨 剛剛好去到 那就不用等他們那麼久 因為做到是很傻 對 永遠做開桌 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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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 是等位在一間卡拉OK房間 一條人可以坐半個小時 很無量 但如果根據阿草這個理論 那沒有了 如果你的朋友跟你玩三十年 去到三十年後 大家都會有一個心態 他就遲了 這次我遲多一點 然後他又想回 阿草又遲 下次我給他遲多五分鐘 終日一斤 你就要下午六點 晚上十二點才到齊 我有一些朋友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 五六條麻辣佬 我們就會 晚上去吃雞煲 跟中學幾個朋友 很熟悉的 有兩三個有車 我一條路線 我要繞這兩個人 就是這樣 遲一起遲 到一起 總之 確保去到 每一條人 這邊罵兩個 這邊罵三個 起碼有人陪 對 我們一定是這樣做 我的做法 因為我們沒有車 我們未去到 每個人都有車的地步 我們就會 有幾個是專門經常遲到的 有些跟我一樣 就是偏準時的多 我們就會 特地告訴幾個朋友 早半個小時 例如我們整個約齊的 是七點 我們就會跟另外幾個 經常遲到的 就會約他 可能是六點半 告訴他們 他們遲到的 我們七點到的 就差不多了 就像我做節目 約某些嘉賓 你明知道他遲半個小時 我就告訴他 早半個小時開 就是迫師傅 真的開名 客人也知道 我們現在聽眾也知道 另外我自己 例如開直播 時間不能動 這些我就準時 但是如果錄影 又或者約吃飯 約逛街 你的心會知道這些東西 是很flexible 有酒盞 我就會教到很問 但是 之後 自從我對心理學的認識 越來越多 我就發覺 有一批必然遲到的人 其實很可能是有強迫症 如果這樣 有某些強迫性行為 強迫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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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所以我一定要教到很問 我還未夠時間 我在家還要做多一點 而不一定要重複性去檢查 關了火味 關了窗味 不一定是那些 是有一個強迫性遲到類似的事情 即是一個很專業的學名 我這一刻不記得 但如果你叫他多遇一點時間 他一定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在家裡 來來回回 未夠時間不行 我一定要做多一點東西 然後到出門口 就慣性要趕後趕命 這是一個強迫症 我喜歡你給他們這些藉口 其實我給自己 因為遇到這些人 我覺得很麻煩 我想到有某些人 一定不會遲 甚至會做的 約一些老人家或長輩 但是很有壓力 其實有時候 你一個約會 你真的是看對手 如果大家是同輩 甚至你知道 這班人每個都說八點 這個說 臨八點才說 公司開會 遲遲半小時 老闆住我不行 總會有很多理由 你們先玩 有些甚至賤到 不問都不放飛機 即是臨開波那一刻 喂 Sorry 你不來 You guys have fun 那些 Enjoy 其實我很想帶F-X-X-K 即是你 have fun 你說不來就不來 神經病 不來就不來 不來就不來 你當今世的年代 不知為何禮牌 會早到半小時 坐著開茶等你 那些 就是喝茶 最令人有罪咎感 是什麼 譬如我約過老人家 有很多老人家是這樣的 但他們是對的 譬如約他11點喝茶 就算你準時11點 他一定比你早 因為他會覺得 喝茶要找位 然後你很內疚 就是我居然要一個前輩 或者一個長輩 幫我拿定位等我來喝茶 那我會很內疚 但你發覺你沒有辦法 你怎樣也沒有辦法 會比他早 不知為何 然後呢 後期就是 當我還沒去到很窮 找到一點點錢 這樣 好 我約點我訂位喝茶 是的 不需要 說到這樣 不用等的 不用等的 我訂了 又是11點 他說要早你幾個字到 所以你就要告訴他 約11點 然後你自己10點半到 然後他還要告訴你 去哪一間 這些很貴的 你知道可以訂位的 可以喝茶 訂位的 一定是貴的 要等位的 他還要告訴你 他還要約你 當然要喝茶 我怕你來到 你早了 這些遲到 老人家 但他們是對的 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沒有的美德 我認識一個朋友 女生 無論約多少點 無論任何情況下 他一定是早到最少半小時 但他有沒有怨言 跟他出街是很有壓力的 他不會的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自己做 拿著iPhone iPad 很多事情在打機 他很享受 但是我記得他試過最早的一次 我知道的 他是早到八個字 然後 有時候我還要多久到 你在哪裡 我到了 一早到了 那些 所以無論什麼情況 你約他 你還是會很內疚 很難受 很難受 這是我老婆 我老婆 我老婆真的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不開心 不會的 我老婆 問他會很不舒服 他來生 剛才你說的 有一天你覺得早了 很不聚財 不知為何 想教你 他跟我說 他剛剛好時間去到 他會很 他會很 他的心會很亂 很急 很不舒服 他一定要早上班 他要早一個小時 很他條 他要九點鐘 他要八點鐘 坐在那裡 你老婆一定是那些 升職加人工的 吃了早餐 三個字吃完早餐 然後 咪咪摩摩在那裡 約別人 一定要很早去到 他很怕那些 很臨急臨忙 從最後一刻去到 他說他就很不舒服 他的感覺是這樣的 那他是不是那些 升職的比率是偏高的人 總之他準時走 他一定要準時走 但另一件事就是 遲到就是一件事 你介不介意 自己是等人那個 一點點 其實看是怎樣等 說真的 偶一為之的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但你明知 那個人是 實詞的 你儘量約他早一點 小菊你自己準時到 他仍然是 可能你已經 真的不要遲了 要是這個時間 三番四次提醒 他仍然是遲 我不會介意 但我會慶慶的 即是說到明了 都仍然是 沒辦法的 我反過來 我自己是 一個頗有耐性的人 我是不介意等人 我等很久 我都可以 但是唯一 不要跟工作有關 譬如我們開工 你標明了房期 如果嘉賓遲 影響到其他人的工作時間 又或者緊貼我 原來有第二個節目要錄的 你再影響到其他人 我等這個嘉賓 我就會等到很火 否則不關工作事的話 我真的等多久都可以 其實如果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是 除了你說一個習慣之外 我想是一個挺內裡的東西 跟情緒 各種有關 有 所以有一些 我剛才問阿草 不知道不知道 有些刻意遲到的 剛才我還問Cynthia 這個英文為什麼 Make a big entrance 中文就是覺得 他要在特地拿那個時間 令自己成為一個焦點 譬如有一個大班人 我不知道阿草你有沒有遇過這些 男女都有的 譬如 可能今天是他做主角的 他生日也好 或者是特別事 可能他約了十歲 那些人 你真的不可以遇到他準時度 他一定要等你一班人在等他 他扮得英俊仔仔 美俊女都好 總之一定要在那個位置 最好是推兩道門一起 然後就進來 令到大家的感覺 全世界的拍手掌 對 全世界的眼光都放在他那裡 那些什麼 big entrance 黑意遲到 我覺得十分八分鐘OK 太久真的麻煩 但是有很多這些人 Make a big entrance 是故意的 所以遲到是可以 累很多人和很多事 若果你有這些經驗 你可以打來131 139和我們聊 無論你在香港還是外國 我們休息一休息 就已經有一位外國 打來的朋友聊天 你們陸續 等你們電話 謝謝阿草 我們待會找你們聊 明天 你